4.噢 5.噢 嗨大家好我是steve 那我今天呢要來按摩 但是不是一個爽計畫 因為是腳底按摩 我自己個人其實是沒有腳底按摩過 但看別人腳底按摩我都聽說好像會很痛 因為不是說哪裡痛就代表哪個器官不好 所以其實現在心情是有點既期待又怕受傷害 因為很期待說自己會不會自己身體是很健康 但又很怕說到時候按一按他會告訴我 什麼肝不好 腎不好 哪裡不好 所以就會覺得非常的緊張 OK 那我們在今天的影片開始之前 還沒有訂閱我的人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加開啟小鈴鐺 好 那我們今天要去的地方呢 就是要帶大家來到西門町 一個叫做北門主體養生館 那因為在網路上查他的評價 然後價錢裝潢 還有他師傅其實都還不錯 因此我們的腳底按摩挑戰出體驗就獻給他們 現在你就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GO 真的是精油 你很累喔 對 很緊對不對 對啦 很痛嗎 妳有沒有表情怪怪的 是說很痛 就是他需要 他平常有在運動 有在運動更要按 很多運動都有在按 剛才我找生的客人他就是 他每天都去游泳 我覺得一個星期一定要固定來按吃 這樣子就還想要幫你按 好啊 按久一點 好啊 按久一點 還是要對自己好一點 對啦 是說運動就不用按了 運動更應該把肌肉放鬆 放鬆 放鬆一下 對 我覺得阿姨好厲害喔 你倒不夠了 現在他應該很舒服 現在他很喜歡按肩頸 冷痛力很高 差了 那腳底是不是要重力了 哈哈 我是那個腳底按摩住 好像很緊張 我覺得很緊張 第一次 對 第一次 因為我看每個人 腳底按摩都很痛 這樣子 我絕對不敢 不會啦 有輕鬆的 哪有不敢得到你 我怕按摩 按摩也不合適 我們這邊有多少個不敢按 阿姨 我只按小腿 兩腳底板 我怕兩腹一樣 結果他只要去 怎麼不痛 怎麼會 他不是會很痛 不會 那種表情怪怪的 對啊 這位置有電腦 喔 這裡會超好 我喜歡碰巧 三分的十個電腦手機 都靠他了 對 沒錯 好 還有我騎腳踏車啦 所以 他騎那個公路車那樣 撐著這樣 整個位置有點痛 沒關係 忍得住 這怎麼買 然後就打開往這邊 好 趕快嚼一下 緊張喔 你那麼快就是痛 沒有 還好 還會忍得住 忍得住的痛 而且剛剛好丟喔 不要再痛嗎 有感覺嗎 有感覺 但都... 叫阿姨把你用更大 你真的很想控制他對不對 你剛剛說還好 欸 你現在痛 這個 這個位置痛是身體壓力痛 痛是表面甚至不好 因為腳底是你的第二個心臟 所有的那個 睡衛點他們都在腳底啊 哦 所以說你暗痛是正常的好不好 腳指頭的睡衛更多 這裡一個格格都是額頭嘛 這裡條上面有很多個神經 什麼眼睛啊 很多小腦啊 身體啊 那這邊就是 睡眠區 對 睡眠沒有睡好 這邊這個很痛 那有人暗刺不會痛嗎 有啊 很多人暗刺 是呀 真的哦 真的哦 那我覺得 腳指頭還有一點點痛就表示 還好 眼睛不好 眼睛 左右腳是一樣 不要覺得 上次按摩 對啊 第一次按摩不要很有力 痛到以後他再按 累到越重 他就 這個感覺是沒有什麼感覺 哦 真的哦 感覺是說你不要很重 剛剛好就把你一點點痛就好 不要說痛到受不了 舒服嗎 很舒服哦 可以 所以腳底就會來按小腿 當然哦 小腿到底都不斷 對啊 他肌肉有不硬 很硬會比較難按的 當然 你看我下腿 是不是這樣 哈哈哈 那個是泡沫嗎 不是泡沫 這是乳液 哦 嗯 乳液 幹嘛來脫嗎 腿有大力的痛 為什麼 等筋修患性 跟腸胃有關嗎 有關 他腸胃很辣哦 你幹嘛說人家腸胃 他自己說的啊 沒有 腸完腸完哦 你看那個位置會痛 現在這個位置嗎 臉 臉 這裡是你的劇痛嗎 有這麼重 來 腿弓一下 這邊還好嗎 很大 累積太多疲勞了 因為你大腿很多 用力的地方 這裡也痛 有一點 怎麼會這樣 下面嗎 對 用玩笑這麼開心 因為難得看你會痛啊 你按摩不是最喜歡 對 你要好半百元 還行嗎 行不行也痛完了一隻哦 對啊 結果意外是大腿最痛 很大腿 好像右腳比較好 對呀這腳痛點比 哦真的哦 大腿最痛 大腿最痛 為什麼 右腳用著地比較多還是怎樣 就濕力比較多 是是是 這個也沒辦法解釋 因為真的很多人都是 右腳比較痛 嗯 右腳比較痛 很痛嗎 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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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痛 要比大家大腿更痛嗎 嗯好像差不多 那的確比左腳痛得多 想看熱誠 沒有熱誠 我跟阿姨說 本來按很多人 右腳的左腳痛 真的多數啊 按到右腳 哦還沒碰死 難怪都會先按 桌腳是嗎 對啊 一定要出桌腳 可以使用 如果出品的話 一樣 一定要出桌 因為我一般按腳 右腳 右腳就比較便宜 所以右腳 嗯 可以 左腳 只要痛一點 會到嗎 會到嗎 那個後腳跟那裡的動 應該是很痠 才就會痛 這是尾椎骨啊 後腳跟尾椎骨 你尾椎骨好多 對啊 都會怪怪的 真的啊 累的時候還是 真的是要比較好按 按開 對啊 像我們都要按 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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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講話 真的嗎 好痛 怎麼要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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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很痛而已 欸 看起來比左邊痛的 是嗎 比加重一點 比左邊加力一點 剛剛好就好 不要太痛了 沒關係啊 剛剛結束了 太痛了 真的還有五分鐘而已 對啊 你就大力吧 會痛一下 等到修復好了以後 完全感覺很舒服 對 很舒服 對啊 你看你這邊 脹脹 這個人好痛 你剛剛也是下面會痛嗎 膽疾到不舒服 對 這個是後輩的黃光筋嗎 後輩你的肚脈的兩邊 都有黃光筋 變好像都是大腿跟那個 那個小腿肚 小腿按摩也是懶人運動 就是懶人運動 就是懶人運動 懶人經常按 就不愛運動 我感覺很愛 按完很舒服 按完很舒服 按完一個時候 肌肉放鬆的感覺 很舒服 對 就是肌肉會比較 比較輕鬆的感覺 她剛剛就說 按完很舒服 對啊 從痛變舒服 一次你先體驗一下 感覺很好 壓力都很OK 好 謝謝你 那我們的腳底按摩已經按完了 總共有50分鐘的時間 就是40分鐘的腳底 跟10分鐘的肩頸的按摩 那我自己的感想 人體來按其實那個力道啊 或各方面其實還是最舒服的 你也比較能夠抓到準確的點 去正確的做放鬆 那其實像我們剛剛那位阿姨 她是五號阿姨 五號阿姨雖然看她瘦瘦的 可是她其實她力道很強 其實腳底按摩 腳底板的時候的確滿 算是痛的 就是跟我肩膀啊 或是其他不會比起來 隨便按就是隨便會有痛的感覺 但其實都還冷 可是一開始是先按左腳嘛 那按到右腳的時候 OK的就是炸裂 所以右腳整個都痛到一個爆掉 如果說以痛的等級來分的話 我覺得最痛的 我還是覺得在我的大腿 那大腿等級我就可能 大概八級吧 滿級是十級的話 我就有到八級 那小腿肚的話 大概六到七左右 但都還是刻意忍得住的 雖然我很多外七牛八的姿勢 但至少還都忍得住 不會說到痛到沒有辦法接受這樣 所以整體來說 其實我覺得他們的服務其實滿好的 按完還是有差 就腳整個就很舒暢 很輕鬆的感覺 有那種輕飄飄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個腳底按摩的體驗是還不錯的 其實今天呢 腳底按摩挑戰初體驗 我們的小幫手有幫我們設定了一個目標 就是說 不能扭動身體跟不要叫 那因為我剛剛好像還是有稍微扭動一下 所以不曉得小幫手覺得到底有沒有成功呢 我覺得有成功 對吧 因為你耐痛第一次太厲害了 我還是覺得其實我買耐痛的 但那個一個瞬間會突然就像一針灸的一樣 我自己也是覺得應該有成功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加分享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加開啟小鈴鐺 就下次見囉 掰掰